晚上好 欢迎收看12月3号的百格大事迹 我是夏师 首先来关注巫统大会的消息 今天是巫统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 大会会场上下卸下国阵栏 重现一片红海 针对巫统彭亨刮拉吉饶 区步代表赛裔伊布拉辛 呼吁政府不要承认独中统考的一番言论 马华总会长廖忠来做出反驳 他希望大家可以从专业角度来处理 不要以政治眼光看待统考课题 因为根据高教部与国家法律 只要统考符合所有资格 就应该受到政府承认 他也表示在政府的体制下 马华会继续争取新建更多华小 针对1965年伊斯兰法庭355法令修正案 即将在国会提成二读阶段 廖忠来再次强调 这项私人法案动议不但不符合联邦宪法 还会影响国家体制 因此马华已经与32个华团达成共事 成立律师团深入研究355法令修正案 对我国造成的影响 以确保国家宪法精神获得维护 另一方面 国大党主席苏巴马连 也针对私人法案议题表达不满 他认为巫统如果要和一党合作 必须先向国阵盟友交代清楚 不要有了新朋友就罔顾盟友感受 违反了国阵原则与精神 除了以上课题 今天的重点也落在华教课题 所谓一体两面 有一一生也会有支持生 巫统巴西沙勒区部妇女组主席 旺诺拉斯金今天也以华语说出名句 欲不拙不成器 建议教育部应该分阶段 在所有国小推行华文科学修课 让有兴趣的马来学生学习华语 为进军中国市场做准备 他认为中国市场是我国的未来方向 如果要开拓中国市场 就应该培养更多懂得说华语的马来人 此外他也促请教育部不要招令西杆 将学生论为试验品 另外联邦直辖区部部长东姑安南宣布 已经指示部城发展机构收回更多的土地 以建设联邦直辖区可负担房屋计划 让当地民众选择 同时他也在大会上表示 一马房屋计划很受年轻人欢迎 尤其是马来族群 接下来跟进前天的冰城枪杀 导致三人死亡并案 死者拿督王德光的遗伤周采平说 丈夫是通过保安公司聘请开枪干案的保镖 但不知道对方精神失常 他表示如果知道保镖有问题 就不会让他来保护丈夫了 无辜送命的路人崔汉明的遗伤孙秀经 今天从都拜赶回槟城 到灵堂见丈夫最后一面 他看到丈夫已照后 更是哭倒在地 需要亲友禅服 与死者感情深厚的姐姐崔宝平说 生前为职业小丑的弟弟 从小到大都很喜欢气球 因为他今年32岁 所以家人将在出病当天 放32颗气球上天 希望弟弟不开心的事情 都能随着气球飘走 最后来关注国际新闻 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打破数十年来美国外交政策常规 昨天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 这是美国在1979年断绝与台湾邦交并承认一个中国之后 首次由美国在任或后任总统与台湾的再任总统直接对话 特朗普此举预料会招来北京的反弹 而中国的初步回应 则是由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批评 这是台湾方面搞的小动作 不可能改变国际社会已经形成的一个中国格局 根据报道 特朗普与蔡英文通电话一试 美国白宫和国务院都毫不知情 尽管白宫事后重申 一个中国政策不变 但外界纷纷认为 中国势必会被特朗普的举动激怒 今天的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 百个大世纪是由NH NutriGrain子骨粮为您呈现 NH NutriGrain子骨粮全面营养 呵护健康